他算是一隻超短的小技竿 各位可以看這邊來 我這隻是10尺的 全長3.0米就是10尺 技術7本就是7尺 45寸法57公分 就是說收納起來的長度只有57公分而已 自重是200克 先進是1.4 原進是24.5 然後根據大致先生的研究 這一隻的載鉛量大概就是1.5兩到2兩 要釣海邊海釣場都可以 那這個東西就是屬於一種偷跑竿 就是說你想要偷偷的去釣魚 或是說拿去上班 帶在袋子裡面不要給公司的人發現 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帶的一種釣竿 那各位 他拿出來之後是一個傳統的竿帽 傳統的竿帽 傳統的竿帽要打開 要打開 打開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傳統的竿帽都會這樣向前推 有時候向前推不小心會把這個釣竿擠 擠段 所以大致先生比較 今天說你遇到這種帽子 你想要打開 你繩子正確的動作 從這裡繩子打開之後 把這裡這樣子向斜上推 斜上推 不要這樣子這樣有時候會折斷要小心 然後各位可以看見他這個竿子 他是屬於一種大孔竹 大孔竹 他不是雙腳的 一般我們高腳之路是雙腳 他是一個單腳大孔竹 單腳大孔竹 那這一種竹子 如果各位 以後如果你覺得看他不爽的話 你想要換成雙腳大孔竹 就是我們比較傳統的那種 雙腳大孔竹 是OK的 那個每一間釣具行都有在換 然後這個單腳的大孔竹 因為這個孔也很大 那這個竹子的品質 大師先生看了之後 我也覺得他也是相當還不錯 依他的售價來講 這個的售價 我們先講一下售價好了 這個售價 10尺的部分是1050 然後售價是特價1000元 1050特價1000元 特價50塊而已 你會問大師先生說 為什麼這個特價那麼少 各位這種竿子真的不好賺 因為他的小賣價偏低 可是他的品質 他把那一些空間留給他的品質 他的品質真的不錯 我拿給各位看一下 來各位 各位剛才看見這個竹子 品質都很不錯對不對 這也是他的特寫 賣檔 你們有沒有看到沒有 竹子真的不錯 不是那種爛爛的竹子 是不錯的竹子 然後這個捲線器座 雖然他不是三部的捲線器座 可是我覺得他中規中矩 以這個捲線器座 還蠻不錯的中規中矩 捲線器座各位 然後這個捲線器座這裡 上下有四環 各位可以看見這裡有四環 這裡也有四環 該裝飾的他有裝飾 他一根竿子長得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捲線器座 大師先生有看大師先生的 這個影片 大家都知道說 捲線器座很重要是說 大顆的捲線器要裝得下去 我們來拿一個4000型的來裝 來我們不要拿4000型 我們誇張一點 來我們拿一個1萬型的來裝 這捲線器比我的臉還要大 一般這麼小的桿子裝不下去 如果連這一顆都裝得下去 各位什麼捲線器都裝得下去了對不對 來我們裝裝看 當然我不建議你小桿子裝這一個 我只是要掩飾一下 讓你們了解說 他的捲線器座是沒有問題的 真的裝得上去 各位有沒有看到 哦 小桿子大車就是這樣 有沒有看到 當然不建議你這麼做 你看1萬型就裝得下去 你覺得什麼3000、4000、5000、6000 一定都沒有問題 各位這樣子了解了沒有 我先把它取一下 這個捲線器座比這個吊桿還要重 我先把它拿去旁邊 然後這個桿子 我覺得說第一售價不貴 第二吼 他的品質真的不錯 來我們抽抽看 來我們抽出來 這個尾1吼 第一節是白色的 白色的 白色的 那第二節是有塗裝 這個塗裝也不錯 黑色的這裡噴了一些 算是 這個應該是金粉類的東西 就是那種七彩粉類的東西 然後抽出來是這樣子 竹子有照標準裝 沒有掃裝 有的這種桿子 竹子倒在有夠少的 他這支竹子倒在還不錯 中規中矩 然後他抽出來之後 他的品名是誰在這裡 哦 展 這是什麼 展刃啦 展刃 刃 文社人士說刀 應該展刃 展刃 他的品名是在這裡 整體感是這樣子 你們看看整體感 整體感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 釣個二兩千 釣個二兩千的 那個 他的那個 可不可以承重二兩千 演示一下 可不可以看 如果可以釣個二兩千 就表示說你想要拿去海邊 釣海邊釣成體 都沒有問題了 這種釣缸還蠻好玩的 來各位 看這二兩千釣上去OK的 沒有說很玩 標標準準釣二兩的可以 沒有很玩 那這支釣竿呢 是大師先生先叫進來 先叫進來看看 我只叫了一支 那未來呢 我應該會叫九尺還有十尺的 九尺十尺的部分 九尺十尺的部分 都會叫 這種釣竿就是說 他非常的好攜帶 就是說萬一啊 你想要去什麼哪裡出差啊 出差你也不想要帶太多釣具 你想要帶一支好帶的 這一支真的是首選 而且很便宜 一多少 一千零五十 特價一千塊而已 特價一千塊而已 那如果你想要購買的話 你可以直接看影片的標題 有LINE的ID LINE的ID 你釘龍他 你加了LINE的ID之後 釘龍他回覆你的 其實大致簽證本人我 親自為你服務 親自為你服務 我們LINE的ID回覆的時間 是下午三點 下午三點半以後 到晚上九點十分 星期一到星期六 星期間是公休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 加我們YouTube的頻道 就是你目前現在看到 YouTube的這個頻道 你加了之後 開啟訂閱的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影片 你都可以馬上可以收到 最新的釣魚資訊或是影片 或者是你可以去臉書 臉書 搜尋高雄大師釣魚 搜尋高雄大師釣魚 按一個讚按一個追蹤 有任何最新的釣魚資訊 也都會在臉書出現 臉書出現 那這個東西如果要買的話 我比較建議 寄 這不能寄電到電 這個只能寄郵局宅配 郵局宅配運費是一百塊 一支到一百支 或者是跟捷運器一起寄 都是一百塊而已 然後寄郵局宅配 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 因為它需要有人簽收 你寄去不是放在那裡 是有人真的簽收之後 猶財先生才會把這個東西 拿給簽收的那一個人 所以東西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各位有跟我買東西的都知道 我們這個包裝都會加固 各位很放心 你不會寄到收據摔壞 找對這個東西都是大致先生親自打包 親自打包的 所以各位非常放心 那你跟我買 我賣的價錢不是網路上最便宜 也不是網路上最貴的 可是你跟我買 可以享受知識服務 什麼叫知識服務 就是說 你今天釣魚遇到了困難 遇到了問題 遇到了什麼東西 不會綁 沒有關係 你可以傳LINE跟我約時間 我們直接開啟LINE的視訊 一對一針人服務 大致先生本人我讓你問 問到幫你的問題解決了 這樣子 各位知道了沒有 就是說 這個知識服務的部分 是我們附加的 是相當好的 很多朋友跟大致先生買東西 也是為了知識服務而已 各位這樣子知道了解了沒有 那我先把這一支釣竿 收起來 未來我們會進貨九尺跟十尺的部分 九尺跟十尺的部分 這樣子 那很小嘛 各位可以看見他真的有夠短的 這樣而已 有夠短的 你想要放進去行李箱 或者是什麼任何位置 那我們再來拍個 食品就是這樣子 還蠻漂亮的短短的 好 我先把它收起來 那有任何問題 各位可以傳來問我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就好 謝謝各位